Henry 大家好我是Henry 楊謝華 你覺得今天爽不爽? 太爽了 我在唱的時候大家都一起唱 也讓我很感動 感謝 全部的人 因為你在上面賣一個演出 所以粉絲也感受到了你的舞台感染力 那我覺得今年的Henry 在我們的茶白氣車小時 你設計了很多的橋段 是你自己之前有 細心的去打造這一切嗎? 實在我每一個舞台 我都 就不想讓 任何人失望 所以我每次都 不管是小還是大的 在兩個人面前或是在一萬人面前 我都想付出我最好的 然後也想 給大家一點 不一樣的東西 新鮮的東西所以我會一直 不停的想辦法 這首歌 可以有沒有不一樣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這一次有 突然間拿了那個 垃圾頭 然後用那個來 完整一個表演 是的 我真的很用心 大家感覺到你真的很用心 那另外就是我們 茶白氣車小時追尋音樂的一些態度 然後有時尚啊 有一些藝術在裡面 所以Henry 你作為就是年輕人的 一個榜樣的話 你覺得 怎樣能夠做到一個 很有潮流感 很自信的一個人 我覺得 最重要是 這個年輕人的 這個狀態 那個 Picasso 有一句話 每個孩子是藝術 但問題是 如何 成為藝術 我們要努力做的是 要怎麼保持 這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 要保持這個 我們大家的 這個 藝術家的 這個狀態 就已經做得到 所以Henry 接下來也會不會在成都 有一些 休閒呀 美食的一些安排 對 我有一個小秘密 就是 一個演出完以後 我會直接 比如說 回到什麼唱 或者在北京 這一次呢 不走了 我不走了 哪裏去哪裏啊 這個就是一個秘密 不能跟大家講 是因為我太愛成都了 所以不能走 我要在這裡多看一些東西 再走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跟你的一個秘密 那我就會一個小秘密 能不能直辣 辣的我真的 不會吃 不會吃 但是呢 我昨天 對 這個不是秘密 這個不是秘密 我剛剛講話多久 我昨天吃了 因為我有帶了一些 成都的一個 他說 特別好吃的東西 我吃了 哎呦 辣到不行 但是呢 很好吃 所以我繼續吃 又停不下來 繼續吃 就是痛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成都的魅力 魅力就是 你知道它很辣 可能會有刺激性 但是你就停不下來 一直吃 那這樣 因為我們 朝拜七十小時 會有很多時尚感 然後再加上 我要考驗一下 對 Harry 除了說 音樂方面的才華之外 你的畫作能力 到底怎麼樣 OK 就是剛剛 就是那個表演 就是火 火 火 就是成都 辣 火辣 也代表 剛剛觀眾的熱情 很熱情 最後那請 Harry 跟所有的觀眾講 如果說大家來我們的 朝拜七十二小時 能夠感受到什麼東西 首先 我真的太開心可以再一次見到大家 然後我真的答應大家 我會一直一直不停的努力下去 帶給大家最好的舞台 最好的在音樂上的舞台 不停的給大家新鮮的東西 然後我想我可以跟我的粉絲們 喔不是 剛剛你們太棒了 太棒了 太感動了 太愛你們了 謝謝 謝謝 Harry OK 拜拜